范蒂冈殿台训 如今选自撒穆尔记上 讲述以色列子民和培类舍特人交战的惨败 的确是一场大屠杀 以色列子民失去了一切 连尊严也丧失了 教宗问道 何是导致了这场惨败呢 是以色列子民逐渐远离上主 过着世俗的生活 甚至崇拜偶像 这就是败仗 相反的 当天的福音却向我们讲述一个胜利 教宗解释道 那时候有一个赖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求他说 你若愿意就能竭尽我 跪下恳求 正是祈祷的动作 赖病人的这番话 等于是在挑战耶稣说 我是人生的失败者 但你可以反败为胜 当时的赖病人 是失败者 因为他不能过团体生活 总是被丢弃 人人必知 唯恐不及 在这个赖病人面前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就伸手抚摸他 对他说 我愿意 你竭尽了吧 就这么简单 这场战役 两分钟内 便以胜利作结 反观 杜经一的战役 打了一整天 却以惨败收场 那个赖病人 被心火催促 前去找耶稣 并向他提出挑战 他怀有信德 若往宗图表明 得胜世界的武器 就是我们的信德 教宗强调 信德是胜利 信德就像 这个赖病人所说的 你若愿意 就能竭尽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